本周周三晚,美联储利率会议决定维持现有利率不变 美联储的加息已经进入下半场 6月份究竟是跳过加息还是到此为止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一多 6月15日凌晨,美联储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%至5.25%不变 符合市场的广泛预期 然而,今年点证图终止预期上升了50BP至5.6% 暗示再次加息两次 到明年年底将降息4-5次 我们都知道美联储的目标就是稳定通胀 此前5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数据也显示 美国的通胀率低于市场的预期 然而可以从CPI同比贡献结构中看出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可能对下半年的通胀走势产生影响 既然影响下半年的加息进程 具体而言,三个重要因素分别是油价、超过储蓄和房租 首先,油价可能再次上涨 尽管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可能导致油价下跌 但实际的供需仍然紧张 尤其是全球服务消费持续增长 对油价的需求有一定的支撑 此外,美国的页岩油增长比较缓慢 加上沙特和OPEC的减产措施 全球原油供应仍然处于一个紧缺的状态 这可能会推高油价 从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 其次,车辆价格可能继续上涨 车辆通胀是推动核心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虽然5月份二手车价格回落 但美国汽车库存仍然处在低位 而且人们的储蓄超过了消费需求 这将继续支持对车辆的需求 因此,耐用品通胀可能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第三,房租上涨的速度可能会减缓 但决定性的下行观点 可能要到明年的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才出现 5月份的房租同比增长8.1% 尽管有所回落 但我们都知道房租通常会滞后于房价的上涨 因此,在明年第三季度之前 房租上涨的速度可能会减缓 尽管5月份的通胀数据低于预期 但下半年美国通胀的降温速度很可能会减缓 油价可能再次上涨 车辆价格也可能继续上升 而房租上涨的速度可能会减缓 那这些因素将会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7月份仍然有可能由于通胀下降的速度不是那么快 而继续加息 进而也影响后续的降息进程 好的,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